说起陈好 可能很多90后 00后不认识 但是70后 80后一定记得他 当年 陈好凭借粉红女郎中的万人迷一脚一夜爆红 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曾经的他 比赵薇专题范冰冰专题还要美 是公认的娱乐圈一线女星 陈好不仅有美丽的容颜 同样也有扎实的演技 他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是天龙八部中任性的阿子 是三国里四大美女之一貂蝉 他的美 符合人们对于美女的一切幻想 容颜绝世 风华绝代 不过 就是这样一位美女 却在失业巅峰时 选择嫁入豪门 2009年 陈好与百亿富豪刘海峰结婚 并在婚后生下两个女儿 从此开始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陈好选择退出娱乐圈 让很多人喜欢他的观众和粉丝都为他可惜 如今 陈好退出娱乐圈已经接近十年 而39岁的他风韵游存 颜值依旧在线 虽然没有作品在播出 但是陈好的万人迷形象却让观众永远记住了他 即使相隔十年 人们说起万人迷 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陈好 这个曾经的大美人 陈好是标准的瓜子脸 肤白貌美 标准的美女长相 不过陈好的女儿似乎没有遗传到他的颜值 陈好女儿长相随爸爸 眼睛鼻子都像极了爸爸 不得不感叹爸爸基因的强大 嗨 下次再见 一会儿 你